八十三年回来以后 就开始 所以中国名字是新竹市的报复神 他是所有环保事件 无意不语 没有一个叫他这样 比林郑中还要日清 他是无意不语 整个人投进去 没有什么薪水 每一件 每一件都参与了 刚才讲这么多那些什么 企业公益社会 我就不知道 我讲环保这件事情 新竹市今天有一点点成就 是中国籍跟林郑中 还有高级某种类 那我们是后面敲边鼓的 跑新闻这样跑 每一件都参与 中间过程很多人 当然刘教授也是很热心的 科学园区的污染 中国籍画多少精神在里面 新建了一个污水厂 新建一个污水厂要留意 生化旋转盘生物旋转盘 二十组有十五组外调 像半个教室这么大 从美国载过来 天化冷 天化冷 先掉才能够撞进去 公主他们在前面 跟我们一起 我们在跑新闻 他们就在后面开工厅 家乡就给科学园区很大的压力 美山 你看那个时候有 海岸有 有那摊饭 二十几摊摊饭 表示说假日有多少人坐在美山海岗 去梦拉 妈妈带小孩 二十几个摊饭 那多少人去啊 诞生摊 就是我们去说 这个科学园区的谁进来这个月 不能玩啊 然后把这些赶走 没有一个人赶下水 然后香山海岸的鹅啊 变成绿母腻 也是足迹他们这样推出来的 所以我给我感觉是说 我回来二十年 能够这样子前世投入这种环保 而是工作 他们在我后面 很重要的一个 的图案 我认为 书记如果能够选上新议员啊 他可以干立法委员的事情 或者是认识的新议员啊 整个新竹市的身材会摆平 因为他进去又摆平 他们找给我家 我把四口都签到那里去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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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也签 哦这样子啊 那我还真的要签哦 在这 只有几块亲朋好友 但要给我一个地方签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在签 朱镕竹鸡真是一个 哎 怎么会怎么讲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快要被捉掉了 哈哈哈哈 我很多场面 我不大感激的哦 成员那些男人 他跟他唱啊 他在那种场合 我跟你讲 他就跟他干 干了以后 然后他被罚了多少钱呢 自己 缴钱 也不讲话 没人讲话 没人 民进党也没人出来 帮他 帮他讲这些事情 你看 他就有这种 勇气破裂 像他那个黑道啊 从那个那个 那个黑道啊 每个人都怕 要死妈的足迹冲前面 把他干掉 吹走 见在眼看 他猪或莫杀 大家就吃了好高兴 因为他牵走 但是 很糟糕 那个时候 虎口让他成立了 那虎口是 新竹县公务局局长 何其前他儿子弄的 哎 他在这边弄的 大家在 他跟他那边成立了 然后 开始在做的时候 不过想想在抗争了 他抗争不能做的时候 他废土再到哪里 再到我被捕家乡 再到我分水龙已经到了 他让科学院区处理一顿废土 他拿三千块钱 一顿 你科学院区要给我三千块钱 然后他用九百块钱把包出去 叫他去乱到 再到我被捕家乡 分水龙 那个最好封水的地方 到了多少人 检查官司看了一下 他说这个清掉要 两亿五千万 哎呦天啊 我疯掉了 走自己家乡 我这么好环保的人 你看 所以我现在也反映 我们想讲 反映我陈振顺啊 我的好朋友 这个艺脸 你天天静静静静静静 你也不知道他们来这边到吗 那讲不过去吧 所以我跟他们决交了 就开始要赶他们了 所以 环保实在太重要了 中央去做事情 实际感动 我首先我还是跟着他 他是理事长 我还是理事发 都是义务的 做什么环保事情 只要送去一叫 我们就去了 真的我记得他是 跟年生从事一样 非常非常好的 环保守护神啊 刚刚讲的 没错 环保 就会靠他 这是除了其他领域以外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这样子了 拜托了 好